大家好 我是中医劳 现在癌症的发病率正逐年的提高 由于其病死率特别的高 大家都谈癌色变 癌症的治疗方面 分为中西医和西医的两个不同的阵营 但是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才是治疗的王道 另一个概念 我们首先从中医学角度来看看 癌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中医内经有一句话 正其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其必须 癌症一定是建立在正虚的基础上 当我们正气虚弱 外邪寝入 而引起的痰 湿 气 血的淤积 将薄解就形成了我们的癌症 我们的癌症中医是怎样解决的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扶症 扶症主要用的药物 你像我们中西医学常说的健脾 因为脾望和气血自生 第二个要顾肾 甚为先天之本 藏原银原阳 而化生气血 而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 也是化生气血 提供我们五脏六腑 四肢筋脉 爪甲激瘦的能量 扶症在健脾一肾的基础上 进行扶症 去血我们就看看 张仲景医生 把哪些东西认为是血 认为是食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癌毒 所以解决癌毒呢 我们多用清热解毒抗癌的方法 而清热解毒抗癌的方法呢 在现代中药上有很多具有解毒抗癌的中药 你像白花蛇 蛇草 地丁 等等等等 都有很好的抗癌解毒的作用 同时去血 还有一个就是痰气和血的脖杂 那么我们化痰活血 理气 这个癌组织 它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的微循环 产生的灌注障碍 而造成我们的人体的吞噬细胞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得不到有效能量的灌注 而造成虚弱 对癌细胞的吞噬和抵抗的能力就减弱 癌细胞呢 就会迅速的增长 所以说活血我们必不可少 一般的活血呢 你像我们采用一些鹅猪天龙等等等等 这些药物 另一个概念化痰 而朱丹西在丹西心法中提到 无痰不作合 说的痰呢 作为外邪 一定无处不到 内线脏腹 就形成了我们的癌症的基础 所以说化痰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化痰的药中 你像我们的半下 折背 胆心 等等等等 都有很好的化痰 散结 抗癌的作用 另一个概念 理气 气形 则雪畅 雪畅 则坦散 所以说 人体的气机的升降出入 决定了人体的健康 你像我们用一些 瘀筋 香腹 纸鞘 木香 清真皮 等等等等 来理气 这样呢 从中医学角度来看 理气 散结 活血 化痰 同时呢 解毒抗癌 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癌症呢 被控制住 另一个概念 中西结合 目前一些靶相药物的存在 对我们的癌症呢 目的性特别准确的进行治疗 你像我们的肺的腺癌 它有我们的一代 二代 三代的抗一级阿法二突边的 这样的药物 你像我们一代的基飞提尼 你像我们三代的奥西提尼 都有很好的疗效 靶相的化疗药 配合上中药的解毒抗癌 活血化瘀 浮症去血 对我们肿瘤 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有可能把肿瘤呢 能够治愈 做到临床治愈 通过中医的抗癌治疗 也能够对我们肿瘤患者呢 进行啊 一些心理上的辅导 我们得肿瘤的患者 一般的呢 得了以后呢 都闷闷不乐 予予寡欢 这时候我们加入一些 疏干理气的药物以后 他的心情好了 而他的生活状态好了 正气回复 正安邪自去 那么人体肿瘤呢 也会慢慢的消退 所以说 得了癌症 不要怕 第一个呢 我们保持良好的生存习惯 第二个呢 就是采用合理的中西结合的疗法 来解毒抗癌 这样呢 我们人体呢 就有很好的生存下去 同时呢 也能够抵抗消除癌症 这个癌症的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有同类的问题呢 可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